大家好 我是Sarah 歡迎收看今期熱話 這麼快天氣就轉涼了 想不到今年中秋過了這麼久才開始轉涼 不過今年的天氣這麼繁複 可能看片的你已經天氣轉熱了 不過無論天氣怎樣也好 我們都先看今期熱話吧 迪士尼近日宣布 在Disney Plus上實施防止帳號共享措施 進一步限制非家庭住址用戶的共享帳號情況 新系統能夠識別帳號使用者所在位置 若非同住系統會要求使用者重新註冊新的帳號 或者由帳號持有人支付額外的費用來添加新成員 而每個Disney Plus訂閱帳號 只能夠添加一位額外新成員 額外新成員的收費是每月$28 至於Disney Plus用戶在旅行時仍然可以登入帳號 但就需要通過電子郵件驗證碼 驗證身份以確認登入操作 Nothing宣布推出品牌首款開放式無線耳機 Nothing Ear Open 新耳機搭載自主研發 Open Sound Technology 令到配戴者可以感知到外界情況的同時 享受到更具沉浸的音效 新耳機還配搭 SoundSeal System 和定向揚聲器 有效減少漏音情況的出現 用上專利震膜 鈦合金塗層和超輕驅動元件 有助提升三頻表現力 耳機重8.1克 配合三點平衡系統和直交耳掛 能夠提供全天候的舒適配戴感 耳機單次充電就可以用到8小時 還支援快速充電 充10分鐘就可以提供2小時的播放時間 更加具備AI Clear Voice Technology的功能 確保通話清晰度 還支援雙裝置連接和低延遲模式 現在已經可以預訂了 售價是1199 Google正式推出全新Google TV Streamer 4K串流播放器 新裝置支援HDMI 2.1 VR、Dolby Vision和HDR10 Plus等等 而聲音就最高支援Dolby Atmos音效 Google TV Streamer 4K搭載了一個網絡插口 確保4K影片播放時的穩定性 新機還支援Meta和Thread智能家居技術 可以作為智能家居管理中樞裝置 新機亦都配備全新設計的遙控器 音量鍵位於正面 並且增加可編程共享按鈕和尋找遙控器功能 Google TV Streamer 4K的定價是$100美金 相比Apple TV 4K和第三代Fire TV Cube 價格更加便宜 Nazze Audio推出全新Boom Mic接駁線 重點針對直播和遊戲等場合使用 將一般耳機化身為擁有專業收音功能的器材 Boom Mic的設計包括可拆射全指向性收音麥 用上CNC精密加工鋁質外殼包袱 搭載音量控制旋扭 確保佩戴者可以快速調整音量 Boom Mic的線材兼用多款Mercedes Audio耳機 包括99 Classics、99 Neo、109 Pro和Lyric等等 甚至可以用3.5mm Y型轉插接駁電腦耳機和收音麥輸出 建議零售價是680元 連同Mercedes Audio 99 Neo耳機 同時購買的套倉優惠價就是1780元 迪士尼宣布即將推出4K藍光影碟 死士與狼人會重新支援Dolby Vision格式 亦都確認接下來會有兩部新作用這個格式 之前他們推出的大部份影碟都是用基本的HDR10格式 始終未能夠滿足一眾發燒玩家的要求 而重新加入Dolby Vision規格的4K藍光碟 就會有10月22日推出的死士與狼人 以及12月推出的異形羅木勞斯 而官方亦都有透露 未來大部份的作品都會發行配備Dolby Vision規格的實體影碟 希望發燒玩家未來會繼續支持影碟市場 Luxman為了慶祝創立100周年 他們宣布將於11月推出全新耳朵B100 Centennial 售價是99萬日元 新機不單是一款音響設備 更是Luxman對百年歷史的致敬之作 新耳朵針對提供卓越音質而設 能夠充分驅動各類型的耳機 作為第七代的產品 P100 Centennial結合了最新Lives回饋電腦 能夠提供高達20W的功率輸出 耳機擴大器搭載多種輸出模式 方便支援不同特性的耳機 更加配備高純度電子控制衰減器 以及大型LED顯示 而高光性機身以及厚重底板 就有助提升產品整體的質感 Marshall 最新推出一款主動式降噪耳機 Monitor 3 ANC 以續航和極具辨識度的搖滾外觀風格為主打 不單是外觀上有改良 耳機比上代更輕、更柔軟 有更舒適的配戴感 新耳機具備主動降噪ANC功能 支援通透模式和自適應響導技術 能夠根據環境自動調整降噪表現 今次還加入了全新Soundstage立體聲音效技術 為用家帶來更沉浸式的體驗 在ANC關閉狀態下支援100小時的續航時間 開ANC後也有70小時的使用時間 新耳機還支援藍牙LE Audio和Aurocast接駁 並且配備降噪收音咪 確保語音通話清晰 Monitor 3 ANC的定價是2,999港幣 Samsung宣布推出Galaxy S24 FE 成為Galaxy AI生態系統最新成員 S24 FE配備6.7吋F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屏幕 和4,700mAh大容量電池 搭載自家Exynos 2,400處理器 相機包括5,000萬像素廣角鏡頭 800萬像素長焦鏡頭 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 和1,000萬像素前置鏡頭 支援Pro Visual Engine技術 和Nitography黑夜亮攝功能 S24 FE採用Samsung Knox安全防護系統 承諾提供7年系統升級和安全更新 Galaxy S24 FE現在已正式發售 建議零售價是5,498港幣 今天的金奇熱滑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按下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了我們最新資訊了 下次再見 拜拜